天赋生活吃出来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人气美食 我是高美 还记得我们在清明小长假 为您solo的人气店家吗 三块钱的蛤蜊炖蛋 还有很多不超过十块钱的各种美味 这种高性价比的菜呢 是为饭店吸引了不少的客源 本周啊 我们的人气美食 也为你做了特别的策划 专门啊 找大饭店里面的低价菜 那今天首先登场的这一家店呢 也是上海的排队热门地 不过他家是真心的便宜 听杨吕说二十元就能点上这一桌 真的吗 有那么夸张吗 赶紧去看看 我觉得你今天净好吃 其实他吃 是吧 太开心了 难怪 睡 来了是吧 要不然我在这里干什么 我在这里看人家打球呢 这个好像是我们老上海弄堂里边 人家玩的那个桌球啊 为什么会在这边看呢 我跟你说 这边吃饭都要排队 有些人在玩电脑 有些人呢 在打游戏机 在我手里边 拿了二十块钱 二十块钱在上海 你想吃一顿饭 而且在一个 很热闹的地方 你想点一桌菜 基本上不大可疑 是不是 我今天就带你来看看 这二十块钱 我能带你都吃些什么 这才下午五点半 店里面已经做得满满当当 整个环境非常有特色 怀旧复古之余 随处可见一些 小时候的小玩意儿 勾起了童年的回忆 今天过来感受一下 就是这样的环境 给你第一印象是什么样的 这个比较有 那个年代的感觉 好像在我们小时候那种 相思那种感觉 老上海那种感觉 比较有那种年代感 年代兮兮 你们今天有没有排队 有 排了大概有半小时 排了半个小时 他们这边菜市 菜品的价格也好 味道也好 你觉得怎么样 价格比较轻 味道也可以 上海菜的味道 点了些什么菜 大概点了几个 点了十三个菜 十几个菜 你觉得这些菜肴当中 价格最便宜的是哪一道菜 价格最便宜就是酸辣土豆丝 酸辣土豆丝多钱 七块钱 七块钱就可以了 是吧 最贵的是什么菜 最贵的应该是这个海泽吧 二十多块钱 二十 还有其他没上来 应该没上来 应该是这个鲜油吧 大概多少钱 也是二十多块钱 二十多块钱 二十多块钱 三十块钱 就已经算这边最贵的菜了 对对对 他们这边菜品 进来一看菜单 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价格挺清明的 然后在人均 就是每个菜 大概基本上 十几二十块这个样子 然后最便宜的 就是麻婆豆腐 只有三块钱 麻婆豆腐三块钱 对 而且这边跟着 哎呦 它是不是按这个价格 往下写的 其实吧 都很便宜 那基本上 我看了一下这个菜单 平均大概都是 又十几块钱 算是最普通的菜肴 是吧 对 那最贵的 大概有到多少钱 最贵的 就三十几块 四十不到一点 三十九块 对 我看到了什么烤鱼 也只有三十几块 别看只是几块钱的菜 味道可是丝毫不马虎 今天进来都点了些什么菜呢 今天啊 土豆丝 三个土豆丝 那个牛油果 那个色拉 牛油果色拉 鱼头 牛肉 是 那这边那个菜 我听到我讲都非常实惠 最便宜的菜 大概多少钱 最便宜的 这道菜 豆腐 豆腐 多少钱 这道三块钱 三块钱就可以吃得到了 今天就你们五六个人 大概你觉得人均 可能消费在多少钱 这样就可以搞定了 对啊 嗯 应该在两百多可以搞定 人均啊 人均啊 一共两百块是吧 那人均 一共两百块 人均 人均也就 三十九四十块钱 你刚刚吃那个麻婆豆腐 如果没猜错的话 刚才也问了一下 好像是最便宜的 对 三块钱这个价格 我们是觉得非常便宜 一旦三块钱 究竟吃到的东西 味道好不好呢 这个我们要问一问你了 呃 还是不错的啦 因为其实家里烧麻婆豆腐 其实烧不出它的那种 比较辣的那种口感啦 这里还是比较能够 麻辣做得比较到位 这边除了这个麻婆豆腐 这个价钱很让人有惊喜之外 还没有一些其他比较特殊的 这里的话呢 就是茶水的话是自助的 然后不需要你跑到外面去啦 桌上就会有 然后饭这边的话 就米饭可以自助馅料 那对于一些 免费 免费一直吃米饭 对 那么对于一些饭量大的 男同胞们会比较好啦 价格如此清明 难怪一晚上能翻三次桌 你看厨房间忙的是不可开交 大厨房你好 你好 你们这外面生意特别好 我看到厨房里面也是忙得不得了 对对对 一般每天从今天钟开始就那么忙 我们四点半开始 四点半开始 一直要忙到几点钟 最少九点 最少九点钟 我知道你们为什么忙 很多时候除了就味道赞的话 你们这菜特别便宜对吧 对对对 价格很实惠 很实惠 我们最低的是三块 最低三块钱就可以吃了 对 你们十块钱以下的菜大概有多少种 十多种 也有十多个 对 我每次来我就值点十块钱以下的 便宜 我们来算个账好了 好吧 这个豆腐 你一份你要放多少豆腐 最少一盒豆腐 一盒豆腐 一盒豆腐 就等于现在一盒豆腐 市场价要两块五 这个市场价你都告诉我 两块五 除了豆腐肯定不行 你还得要加其他东西 肉末是掉不出纤维的 还要加肉末 肉末得加多少 五十块 五十块肉末 成本在多少 至少是一块多钱 一块多 两块钱 对 那这样的话已经就三块多了 对 你还有人力 还要来翻炒 对 还有佐料 对 还有各种油 酱 那这一道菜成本其实大概在多少钱 至少三块八 至少在三块八 对 你们卖是卖多少钱 三块 再来说这个新椒土豆腐 新椒土豆腐 现在菜市场 这土豆也不便宜了 三块五一斤 对啊 三块五一斤 你这一盘土豆丝里边你要放多少 至少两个土豆 那成本也在三块五呢 你还不加其他的一些料 土料 对 还不加佐料了 对对对 那加上佐料加上人力物力的话 这个要多少钱 等于五块钱左右 五块钱卖多少 这个是卖七块钱 卖七块钱 所以其实我看出来可能豆腐上面亏一块 土豆上面可能赚两块 其实好像就折一折 好像也没赚很多每一道菜 我们这个菜呢就是说 是平平路线 是一定要是便宜 这样才能就是说 让顾客吸引顾 吸引 多利多消 多利多消 为了把关杨驴可是把每道菜的材料 以及制作过程都统统看了一遍 一整盒豆腐切块 待肉末爆炒后 倒入油锅五分钟即可出菜 在上海市中心的地方 二十块钱你想吃一顿饭 谈何容易 但是小杨同学今天就帮你找着了 是不是 窗子一打开 外面的夜色你还感觉不错 对不对 我帮你算一算 我点了一个麻婆豆腐 三块钱 点了一个酸辣土豆丝 七块钱 点了一个泡菜 六块钱 一个凤爪四块钱 整好二十块 米饭唱吃 我跟大家说 从小到二十几年了 麻婆豆腐配米饭 一直是我的最爱 他这麻婆豆腐 太下饭了 三块钱千只万只 我在家自己也会烧菜 它那种肉末那种鲜味 豆腐它那种嫩度 全部这样混合在一块来拌着饭吃 真的是太绝了 所以你看我今天二十块钱 可会是花得刚刚好 猪油渣 现在的孩子可能不是很了解 不过一些老上海人一定吃过 就是把猪油放在油里炸 出油后最后剩下的油渣 香香脆脆的 这可是很多80后小时候的小铃嘴 如今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 这猪油渣是难觅踪影了 不过最近我们的记者 在一家二十四小时的生煎店 发现了它 这家生煎店也挺有意思的 除了怀旧的猪油渣 还创新的把虾仁抱进了生煎里 在便利店 洋快餐 大药房之后 如今居然上海的传统小吃 生煎馒头也有了第一家 二十四小时营业的餐厅 为什么说它是餐厅呢 相对于原本上了年纪的 阿姨妈妈所怀念的生煎摊 如今生煎馒头店的 就餐环境有了很大改变 营业本来说的 就是当别人家的浪荡 以前啊 就是你跟巴拉的中 就是巴拉的浪梯过的 跟那个一只我吃 最好是嘛 那这维持巴拉的马地 就过你 那那刚做我自己的巴拉 对吧 那刚做我自己的 那日味啊 有跟那个长个巴拉 就没法维持 那一家吧一样 一家就算呢 因为一家对吧 只不能像 那个人都生的了 跟那个一个微生了 对吧 跟着它浪梯 浪梯都就压醋了 对吧 长期麻烦 第一点好像是六块了 六块了 对吧 你都比老赵的去教会 老赵去教会 老赵个人关了 一块去关了就好吃了 一块去过三米的 一块去过日好像有 一块去过日都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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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七年十多了吧 三七年十多了吧 年年十多了吧 哎 老赵个三七年 一天所以刚 在外地呢 就刚强得比较放心 装修的风格 装修的档次都提高了 档次提高了 对对对对 环境更舒服了 门口看到它是24小时 看到了 的确是24小时 我们也来吃过 来吃过 晚上来 晚上大概十一点左右过来 人多吗 应该是 人 还行吧 应该 哎 对对对 生煎煎24小时给你什么感觉 是 想吃的时候就可以来吃啊 这个 说实话我比较喜欢吃这个生煎的 所以有的时候啊 对 有的时候下班晚呢 也可以过来吃一点 我里面的话就是给人感觉很不一样 像很多那种羊菜餐 可能都不一定就是能够做得到 这种就是感觉 有些问会不会发现 晚上想吃点小吃什么 真的是比较难一点对吧 是的是的 有点比如说在可能中心城区 嗯 比较温馨 晚上就是能吃口热乎的 热乎的 对的 他晚上24小时的话 这些东西都能吃得到 对都有都有 都有的 嗯嗯 一般晚上回来吃点什么 嗯 小温冷 小温冷 三起 对啊 就一般都是来 这两个是经典搭配 对的对的 生煎小馄饨 绝对是这家的经典搭配 然而你肯定发现了一点 这家的生煎 未免也做得太烤旧了 撒了芝麻葱花不算 还要来点胡萝卜丁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这个里面是那个虾仁线的 虾仁线 对对对 你看到那边有个 很大的一个虾仁的 哎 哎 大不照婚女线 对他把它挖出来 他的线就真材实料 这个真材实料 这一个虾仁是看得到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他撒点胡萝卜 跟一般的生煎来个区分 对对对对 是的是的 是的 虾仁的生煎 吃起来有什么不一样的 比那个肉更鲜美一点 对这个 当然了 当然了你这么大的虾仁 吃成嘴里面 你肯定 这个感觉更好 更有那个 这种口感 更舒服一点 对对对对 基本上都是有 有一个一整个大虾仁 挺大的 嗯 这虾仁还挺大的 一般 它不是像人家外头 就是那种 割碎的虾仁 它是一整个虾仁 就是吃上去 嗯 保留了那个 家人自己的原汁原味 嗯 是这吃起来还蛮 是的 而且它这个皮 特别的脆 而且它上面 上面这个 做的比较薄 所以它不是像 有的瞬间 它是会冷了之后 有点塌下去啊 什么的 它一直就是 这个外观还是比较 看上去 使人增加食欲的那种 一个天然都看到 有碗有菜 觉得冷 它那一有 对吧 一个人像人家 好像老眼啊 我不懂 一个人是 我了一样 像一个女儿 我一样 我都懂的嘛 那我都觉得 有个性质好 一般好 就是看 如果那车 下来老车 就知道的 一个我乌仁 经过有四十 带着老油啊 老油啊 还有 我乌仁 有 就像个群子 就牛呢 就舍入了 就一块 就有 就这两个的味道 好啊 一个 那我都看好呢 因为我乌仁 有的 这十四 带着十四 老油 一块牛 就像鸟 能受到阿姨妈妈的表扬 这品质 大家是可以放心了 小店还有一样 品种真的会让 许多老上海人 眼前一亮 那就是猪油渣 以前物资贫乏的年代 在家中 作为零食品尝 如今花上一块钱 就可以点上一份 边吃生煎 边来怀怀旧 生煎店做二十四小时 因为上海的小吃店 包括那个 就是生煎小的 就大部分 它到晚上 就是八九点钟 都已经然后结束 硬硬了 但是有很多喜欢吃 然后生煎的人 你到了那个 就是八九点钟以后 那么他就没有 等于是没地方吃了 那么我们主要是满足 然后这部分顾客的需要 然后这部分顾客 应该也是蛮多的 那现在人多不多 我们基本上蛮多的 每天大概 晚市大概也有 大概有100当 左右吧 晚市有100当 对对对 我看现在还要有 生煎有新品种 对 然后我们推出一个 就是那个虾肉生煎 虾肉生煎呢 因为上海人 是比较喜欢吃虾仁的 比如说那个 就是虾仁小馄饨啊什么 然后我们也是满足顾客的 就是要求 然后推出虾肉 把虾肉生煎 然后也是 那个是主要是为了 就是分辨 分辨 因为我们在烘的时候 我们是在一锅里面 烘的 那这样子 它可以帮我们 就是先入生煎 就是分开来 主要是这个 对对对 现在看到刚才 还有说时刻点的 那个猪油渣 猪油渣好像是 以前老上海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对 有些是那个 就是老吃客 因为他说 我们点你们的 就是面条啊 就是馄饨啊 你们能不能搞点 就是猪油渣 那么原来我们呢 是没有这个猪油渣 但是后来就是 很多顾客都给我们提 这个要求 那么我们觉得 我们可以满足这部分 的顾客的需求 顾客有要求 小店来改进 当然产品也越来越多 精英的时间 越来越长 店长告诉我们 自从生煎店 24小时经营之后 晚上的客人 慢慢多了起来 对于喜欢吃 生煎的上海人来说 夜宵来个二两 生煎 搭配一碗小馄饨 那是再惬意不过的了 这葱烤大牌呢 滋味浓郁 香榨猪排 外脆里嫩 同样是大牌 究竟哪种口味 更受欢迎呢 今天的美味二选一 我们的网友 就给我们推荐了两种 很受上海人欢迎的 猪排料理 美味二选一 等你来比拼 游戏规则 每期我们将选出 两位选手进行比拼 两位选手 各自推荐一道心目中的 重磅美味 然后我们将通过 吃货来爆料 和接糖随腾炒 两个环节 以大众投票的方式 决出胜负 推荐者也将获得 本期肋主称号 今天我们的美味二选一 又来到迪美购物广场了 又要把好吃的 带给大家了 还记不记得 我们上期肋主 联手两期了 梅西 梅西踢足球厉害 想不到还是个吃货 来 欢迎我们的 上期肋主梅西登场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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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梅西非比梅西 那个踢足球踢得好 你是吃货 是吧 吃到好多好吃的地方 上期给我们推荐什么 那个传统口味的狮子头 上期肋主梅西 在上期节目中 梅西推荐的传统狮子头 受到大家的青睐 那么这次 她会迎接怎样的挑战呢 我是肋主 我等你来挑战 这个口气非常不小 那我们挑战者会说什么呢 欢迎挑战者登场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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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称呼 Doris Doris 你是中国人吗 是的 上海人 挑战者Doris 上海人 今天肯定也是带着美食过来 对的 对的 听到没有刚才那个 手雷宣言非常震耳欲聋 所以今天你的挑战宣言是什么 只要撑不死就往死里吃 只要撑不死就往死里吃 今天肯定是有备而来的 对不对 好 告诉我们 你今天要拿什么来挑战呢 当然是响当当的炸猪排 炸猪排来了 所以我们今天的累主要拿什么来应战呢 我今天用冲烤猪排来应战 葱烤猪排 对胜炸猪排 不要以为只有我们的鸡排才火 猪排也很火 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是 位于南京西路上阿宝面馆的 葱烤猪排 他们家的特色呢 就是虽然开在美食广场里边 但是每次到了中午的时候 都会排起很长的队伍 大家呢都是冲着他们家的 镇店之宝葱烤大牌来的 他们家的葱烤大牌 口感非常的厚实 每块大牌边上都有一圈肥镖 所以一口咬下去 有肥有瘦 不会让你感觉到很柴的口味道 今天我要介绍的是 位于通北路上阿兰炸猪排的炸猪排 他们家的炸猪排的特色 就是外菜里嫩 个头也很大 比我的手掌心还大哦 炸猪排原本在老上海来说 就是和罗宋汤一起 作为西餐食用的 但是慢慢的来说 炸猪排已经变成了我们日常的街头小吃 安来炸猪排 他们家的炸猪排的价格也很实惠 每一块只有七块钱哦 开店之后 他们的家的 他们家就开始排队 落意不绝 一直到夜宵时间 都是人头涌动的 这炸猪排香脆鲜嫩 葱烤大牌多汁浓郁 同样是上海人的心头号 今天的比拼一定很激烈 但是今天究竟哪一位 会成为我们新的守累者呢 好 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吃货来爆料 首先我们来看看 内主推荐的葱烤大牌 看来食客们对这里的大牌 让份量十足的大牌 究竟是怎样烤出来的呢 葱烤大牌 那里的葱烤大牌 有三个大牌 定度呢 实际一定要是毒 那每块大牌 就不得是适量的 大牌十两秒钟 老起来 什么一个资料 一直要老毒 这行动 每块大牌 高度一定要打表 实际上海人的葱烤大牌 能要晓得 你像定好球 就给人表 那么滴你滴 那里的葱烤大牌 喊 为什么葱烤大牌 喊呢 这葱烤大牌的酱汁 还真是挺讲究的 要黑才好 那么烧法上 有什么特色呢 浓油赤酱 葱烤相似异 我们泪烤的眼光和口味 还是不错的 再来看看挑战者的炸猪排 这炸猪排 这炸猪排对于上海人来说 可是难以忘记的味道 这里的特色就是口感嫩 味道香 外脆里嫩 要做出这样的炸猪排 调味和敲法都有讲究 然后我看这个好像敲的上面 应该比较有讲究 很有讲究 要先从骨头开始敲 把它筋敲出来 慢慢敲大 用辣酱油瓶子敲 越敲它越紧 所以炸出来烙越香 越好吃 因为了酱油饼子 酱油饼都敲出来 我的牛比较紧 煮出来 姿势比较度 所以才剥了一下 所以老好敲 为什么用浪的 我这是他们 因为浪的老龙 不自然靠松腾 松腾 还有牛肉老龙 你也这样浪的过得 所以牛肉不会老去 不会老紧了 哦 这样子的 那么这个其实 这个牛肉也是 当地新生辣过来的 那牛才是当地 金药上装香送过来 才是当地 我和妈 就把面包粉下去了 他要面包粉上来以后 才能放下去炸 先从骨头开始炸 骨头炸熟了 慢慢炸慢慢炸 就越来越脆 我们是这里 是炸一遍呢 还是炸两遍 炸一遍 炸一遍 对 那这个东西 如果说火花 嫩度啊这种东西 都是靠师傅的手感了 还是经验了 靠师傅的手感和经验 哦 这样子 对 小小的炸猪排 要想好吃 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那么这又香又嫩的炸猪排 是不是能帮助挑战者 冲击泪竹的宝座呢 刚才从这个VCR里面看起来 好像两个炸猪排 都非常的诱人 我反复已经闻到这个香味 究竟有多好吃呢 两位选手已经把他们猪排 都带到现场来了 好了 问一下 你这个炸猪排特点是什么 脆 大 嫩 脆 大 而且嫩 闻前蛮香的 你的猪排是什么特点 我的猪排的特点是 本邦口味肥而不腻 本邦口味肥而不腻 究竟今天的使客朋友们 会比较喜欢谁带来的猪排呢 马上就到我们今天的 街头水堂烤 葱烤大排和炸猪排 都闪亮登场了 究竟鹿死谁手 只能看我们大众评审的口味了 刚才两个都尝到一下 这个葱烤大排还有炸猪排 你自己比较喜欢吃哪一个 我觉得两个都挺好吃的 选一个 只能让你选一个 你会选哪一个 这个吧 这个葱烤大排是吧 吃起来什么感觉 挺嫩的 很嫩 肉很嫩 外面很脆香是不是 这个的感觉怎么样呢 也是一样 很好吃的 让你投票你会选择哪一个 选择葱烤大排 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很脆啊 外面 外面很脆香 对的 里面肉嫩不嫩 嫩 嫩嫩 什么感觉 特别脆 很脆 里面肉嫩吗 非常嫩 好 赛哥 都吃过之后 你最喜欢吃哪一个 炸猪排 炸猪排 那个比较脆 这个比较香一点 炸猪排比较脆 对 葱烤猪排比较香一点 对 那你这票会投给哪一个 猪排 好 虽然今天的两个推荐的猪排 都是非常受大家欢迎 但是梅西今天呢 还是以一票的微弱差距 对的 败给了挑战者 不过没有关系 希望你下一次 再到节目当中来 好不好 谢谢你 谢谢 好 所以今天呢 就要恭喜我们的挑战者 挑战成功 来 来 把这个奖牌给你带到 当然 还有一份鼓励奖 这个是来自白里通 为你提供的 价值388元的 大礼包一番 送给您 好不好 谢谢 希望你下一集的时候 再给我们推荐 更好的美食 好吧 好的 好 那也随时欢迎 每一集到我们的节目 当中来玩 好吧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也知道 哪里有好吃的 欢迎您推荐 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通过微博或者微信的方式 报名参加就可以了 好的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是这样了 来再次含响我们的口号 每位二选一 等你来比拼 今天我们设置组 来到的这家餐厅 太气人了 门外的客人 早就等得昏昏欲睡 而店里的食客们 居然还在抽着雪茄 不是现在的餐厅里面 都禁止吸烟了吗 你好 咱们一般都说 这个餐厅是禁止吸烟的 我看两位怎么在抽雪茄呀 这个是它这个饭店 比较特色的地方 它这个叫什么雪茄虾 这是一道菜 对的 一道菜 但是它做得很像雪茄一样的 这样是口味很好 口味很好 很有特色 也有很有创意的 很有创意的 你觉得喜欢吗 很喜欢的 然后呢 我这个障碍器 它然后障碍面 有一个粉末的 就像烟 点下来的灰尘一样的 这种感觉 就是你觉得 跟真的抽雪茄的感觉很像 是吧 就每个细节都很像 对的 我发现这位大哥 这个吃起来很豪迈 你觉得它长得像什么呀 像雪茄一样 雪茄是吧 平时有抽烟吗 有有有 看到这个低眼 会有什么不样的感觉吗 就是想这样去拿住它 就一看到它 就自然反应 就想这样去拿 对对对 觉得拿在手上逼争吗 跟真的雪茄差不多 对 挺有手感的 挺有手感的 那觉得它长相上呢 给我们分析一下 相似度多少 百分之七八十应该有 对 给我们讲讲 它哪些地方比较像了 首先是个颜色 然后它前端 它有一些 蘸了一些 应该是那些粉末 对 然后整个长短 可能跟雪茄差不多 差不多对 但是看它摆在桌上 还真以为是几根雪茄 直到时刻们 将它送进嘴里 你才感觉这是一道菜肴 虽说造型做得逼真 口味上是否也能吸引人呢 味道是怎么样呢 里面很Q 我看它好像是外面有一层 然后里面还有 对对对 有虾 里面是虾肉是吧 它里面是只有虾吗 还是有别东西 混合在一块 应该是虾吧 虾你打碎了吧 应该是 那外面那一层呢 外面一层 彻彻的我也不知道 它裹的是什么东西 是有一种像春卷的 这种感觉 对的 我发现咱们这个搭配 挺有意思的 这个面配雪茄是吧 我觉得蛮好玩的 这个东西吧 从外形来讲的话 蛮吸引的 而且外面裹的这种东西 砸起来还比较脆 然后里面就有点像那种 香肠也都吃了又很Q 而且男童是抽烟嘛 所以说这个外形很吸引我的 上来我就先吃了两个 我老婆经常让我接烟吧 我觉得这种东西 也可以接烟吧 因为抽烟都是心理上作用嘛 吃这个就跟抽烟的感觉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视觉有了 然后手感也有了 味觉也有了 但是很轻巧 兄弟 这话就算我们信了 估计你老婆也不会相信吧 但话说回来 这雪茄确实做得逼真 难怪一边两个男生 已经开始研究起他的工艺来了 面粉吧 淀粉 面粉 虾肉 然后过油稍微浇一些就这样 可能是这样做的吧 你觉得外面那层脆的是面粉是吧 对 那上面这个一粒一粒的这个呢 你觉得什么做的 这个应该就是 非常浇的面粉吧 就等于说时间长一点 浇掉以后硬的那种 对 就这种感觉 应该是这样 我发现你正在研究这道菜是吧 对 那想什么呢 就是说 想这个上面这个点点丝的 像烟草一样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 那你想完之后觉得它怎么做出来的 想不通啊 看上去像肉米 但又不是肉米 吃在嘴里的口感还不错 就是还蛮入味的 我感觉这整个一根东西里面 这上面东西是最入味的 这外面一层肯定是面粉了 剥起来的面粉吧 就是你觉得裹完 就要上面再撒一点这个东西是吧 对对对 这个肯定是点缀 这个我感觉这个整个这个东西 就是什么点睛之笔吧 这个东西挺好吃的 大家说的挺简单 其实这雪茄虾的制作工艺 还是相当复杂的 从调味到制作 可是要花上很多功夫 那大厨啊 这个我得批评一下你了 咱们都说餐厅是不能够吸烟的 你们知道怎么还有雪茄呢 你好 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雪茄虾呢 是绝对没有一点那个雪茄的 米骨丁之类的成分的 就没有一点点跟烟有关的 任何的成分的是吧 那怎么会想到的呢 因为是这样 当时我跟我们老板在西班牙 一个马德里 一个塔巴斯餐厅 然后他坐下来 喝着咖啡 然后点了一支雪茄的时候 我们要不做一个雪茄一样的 这个塔巴斯 就是这道菜 我说那蛮有创意的 然后我就根据这个雪茄的形状 它的卫形来模仿设计了这款菜 那其实这个雪茄分这个好几步是吧 大家都说你们这个相似度很高 我先问问看 咱们最上面那个像 烟丝一样的是用什么做的 是这样 我们上面最顶部呢 是用那个就是雪茄粉嘛 因为它要像点燃的样子 因为它要像点燃的样子 它总会有产生一些黑色的物质是吗 然后这黑色的物质 我们是用那个核桃粉 加那个黑芝麻 还有那个好的那种巧克力粉和可可粉 把它研磨而成的 外面呢 它是一种面皮 然后我们进行了一个 用把它向镜 把它做成了一个模具 在冷冻的一个状态 把它进行一个定型的 我们进行把它进行一个打成一个泥浆 灌在这个雪茄壳里面 那它这个泥浆是纯粹是虾仁吗 还是有别的混合的 虾仁里面会有一些肥镖 因为肥镖会增加这个虾仁的口感 然后里面会放到一些螺热叶啊 泥蝶香啊 就是地中海一些香料的味道 将切好的虾绒 拌上各色的地中海香料 然后再灌入标花袋中 将面粉模具填满 然后放入油锅将食物炸熟 再一端包上锡纸 蘸上烟灰 一盘雪茄虾就做好了 虽然说没有冲过烟 但是雪茄我还是见过的 我觉得光看这个外形 这个箱子都有80%了 你看看其实做的还是很细致的 从前面这个烟丝 到它整个的形状长短 包括后面这个握烟的锡纸这个地方 至于这个味道 我先蘸一下这一酱 其实你不要看它是油炸的 但是它其实还属于比较清淡 它外面那层脆脆的地方 有一点像咱们吃的那种巧克力饼干的感觉 是咬在嘴里很脆 然后里面那个虾绒 它其实打的比较的细致的那种 所以吃在嘴里面不会有那种颗粒感 所以当混合在一起再蘸一点这个甜甜的酱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有脆的有甜的 还有一点虾的鲜味 我觉得吃这个特别的好玩 可以一边吃一边玩 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抽烟 说不定吃完这个还能戒烟呢 接下来啊 冰号要带大家去逛一个地方 在网上被大家称为上海最美景观的书店 书店的窗口望出去呢 黄浦将近是一览无遗 当然更让人流连忘返的还是他们家的美食 什么去书店还有美食 当然了 那去瞧瞧吧 书呢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也是我们重要的精神食粮 走在这里你仿佛都会闻到空气当中 弥漫的阵阵书香气 诶 这哪只是书香气啊 好像还有牛排味 没错 牛排味呢就是来自书店 因为这里也是一家餐厅 不过与其说是餐厅 不如说是一个美食的创意空间 做旧的窗户 地板 水门厅 复古中又不乏海派掉掉 在这里采访 我真的我觉得我的声音都要轻柔一点 因为我很害怕打扰了这么儒雅 这么甜静的一个氛围 您是怎么知道这家店的 我是通过一个朋友 他是做图书的 他有跟我说在外滩附近 有一个很棒的有买书的地方 所以他们家的书都是可以 就是真的购买的 不是装设的 很多书有那种跟fashion 或者说是跟点赞有关系的这些书 在上海其他地方都很难逃到 就可能在这儿就是独一家 我觉得特别的充满创意 包括他们的室内设计啊 然后像这里有一个书店 我好像很少见到有餐厅里面会有一个书店 而且外面有一个露台 然后我们刚才走到外面看 外面的风景非常的漂亮 然后现在看白天的效果已经很美 我觉得晚上外滩那个夜景 应该会更加漂亮吧 还想晚上再来看一下 作用外滩美景 露台书店如此环境下 很多人就会担心价格贵不贵 东西好不好吃呢 那他们家主要这个美食你觉得怎么样呢 我有点一个叫香煎牛小排 它是那种带骨的 我觉得口味特别好 这个牛排好像跟我们平常见的不一样嘛 对对对 我们现在见到这种巴掌 像一块那种 对对对对 因为我是上海人 然后可能吃这种牛排的时候 因为它甜甜的 就特别有上海的口味在 红烧肉那种 对对对 就可能是牛排 但肠的味道就很像红烧肉的那种味道 而且他们的摆盘啊 并且用的那一些小的餐具啊什么的 都还挺文房四宝 因为我觉得这里的环境非常的好啊 后面有这样的书店那种感觉 然后他们的摆盘也是这么的讲究 价格会不会特别的贵 好像还行吧 他们好像都是100以上 然后150之内就有两到三道菜 就是两个人每人100多 对对对 那是从什么前菜到甜品都有吗 对对对 都有 这个有点像那种树雕的那种是 原来上面放什么 是原本它上面放的是奶油跟一点盐 就符合他们店的主题吧 那这么面前这么大一块这个是 这块是他们的慢炖牛小排 牛小排 我觉得外头酥烤 里面呢是软嫩 这个很特别 这个就算公上面就非常厉害了 全熟它又能够软嫩 加上它这个带点海鲜酱的蒜 是粘起来有点微甜 我个人喜欢吃甜食啊 所以我就觉得非常合胃口 像这样一份的话 大概要多少钱 他们其实是一个套餐 一个set 这样整个下来100多块 100多块 对 这样的性价比在外摊并不多见 而且这里的每道菜都充满了创意 这道菜吃的也太精致了一点了 就感觉又像作画 然后呢 又像是在写毛笔字那种感觉 怎么会 要给这个雪鱼占点酱是吗 对 其实是第二种吃法 第一种吃法的话 因为本来这个饮水鱼 本身就是已经拿味噌腌过了 里面有一点淡淡的味噌的味道 让人感觉很清爽 这是第一种 对 第一种 第二种就是再另外再刷一层 让这个味道更加重一点 这个是什么酱 这也是味噌酱量 对 就让味道更加重一点嘛 像里面这种没有被入到的地方 你可以加一点 我觉得就是女孩子会比较喜欢 这种花哨的东西 对 然后又配上一个毛笔的话 就感觉整道菜是非常的文艺的 所以有点文艺范儿那种吗 对 那你是怎么知道这家餐间 包括这点这家菜吗 我是看杂志上面看到的 然后看到身边非常多的朋友 有就是只拍这道菜 然后就让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它的摆盘是很特别 让感觉是说 带着老上海的那种文艺气息 然后又混着一点羊在里面 牛排 雪鱼混上文房四宝 如此的混血美食 都流露出大厨的巧心思 所以青大厨现在的就是50套餐的话 好像100多可以吃到三道菜是吧 是的 是从前菜到甜品 对 那主菜的话我是比较关心的 现在主菜都有哪几种 我们有Shot Rib 就是牛小排和银血鱼 牛小排 刚刚我听好多时刻都说 你们这个牛小排很特别 是吗 他们说好像炖的时间很久 大概多久 有24小时 一整天啊 对的 这个牛排是雪鱼什么牛排 是澳洲牛肉的类排 就是牛排我们吃的比较常见 好像是那种煎的那种 煎的比较多 会有牛柳啊 或者说是肉眼啊 这些部位 但这些部位就是比较的普通 然后平心而论的话 只要原材料好的 一般来说 你要把这个牛肉做得很差 也是不容易的 但是一个不是特别常见的部位 要把它炖得很烂很酥 这才是健康的 为什么要炖那么久 24个小时 因为它这样炖着很久的话 才能把它里面肉的 鸡肉的纤维 让它很酥很烂 然后味道才能完完全全的进去 那具体要怎么动啊 我看到好像配菜也还蛮多的 对对对 其实的话 这边不是说 是一个整个炖着牛小排的配菜 因为我们里面也还加了很多的香料 然后在炖之前 我们还有一个12小时的腌制过程 就抛开那24小时 先要腌12个小时 是的 然后我们会加一些中国比较常见的八角啦 丁香啦 这些香料 所以我就特别想问 你们这个到底算是西菜呀 还是中菜呀 是一种比较融合的菜系 混搭呢 对 混搭 现在很流行混搭嘛 那今天这一三道菜呢 就是我要推荐给大家的这个武士套餐 我帮他们取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 叫做文房四宝 那这个牛小排 刚刚大厨说了 要炖24个小时才能炖好 所以第一个尝一下这个牛小排的味道 这个牛小排的味道呢 就有那种酱烧型的那种感觉 因为它是长时间炖的 它可以把那个牛肉里面的精力 炖得非常非常的烂 它的口感跟上海人特别爱吃那个红烧有点像 就是回味的时候有点甜甜的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呢 并不仅仅是这几道菜而已 而是一种感觉 因为你想在外滩这样的环境啊 背后就是美丽的黄浦江 而里面呢 又是充满着书香气的这样一个地方 我们可以在这里从下午茶 一直喝到晚上进行晚餐 如果说您又想购买书籍 又想品尝下美食的话呢 这家店还是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 有一种菜呢 在北方叫做油菜 在上海呢叫做菜街 这种菜啊 春天一开花 往往都是春游季节最佳的拍照背景 可是如果把它用来入菜 除了清炒还有什么样的创意之法呢 我们现在来看看 之前呢明星爱厨房呢 我们是有用玫瑰 叫大家做了两道菜 反响的很不错 很多朋友都说 原来这个鲜花野人都入菜 而且味道还不错 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 我们先来玩个小游戏好不好 阿姨们 我们来玩个这样 就是我们要唱一首歌 但是这个歌里边呢 必须要带一个花字 或者是跟花有关的 好不好 我们从这个阿姨开始来 准备 开始 茉莉花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是茉莉花 这边阿姨 玫瑰花 玫瑰花 茶 你是我的玫瑰 你是我的花 这边是玫瑰 阿姨您呢 千朵花呀万那朵花 千朵万朵花 阿姨你呢 带花要带大红花 带花要带大红花 叔叔阿姨们都唱了 你也唱一个吧 她们花都唱完了 我唱歌不行 唱歌不行啊 但是我烧菜也可以啊 烧菜 但是我们今天主题 是要跟花有关的 油菜花呀 油菜花 对 丁浩你没听错 今天王叔叔就要交易到 你可能闻所未闻的粉蒸油菜花 王叔叔啊 看今天咱们说是要用这个 油菜花来做菜对吧 对 这个肯定是我常见的油菜花 这个能做菜吗 这个 现在用花卉来做很好的 好看 你看到吗 这三个是什么呢 这是菜鸡的菜心 哦 这个就是没有盛开的那个 对 没有盛开的那个油菜花 油 它是菜叶 菜叶这个呢 菜筋 花菇朵到菜结 对 都能用到吗 咱们今天 做到什么菜啊咱们是 今天一个是粉蒸油菜花 一个是菜鸡 那个牛肉片 我想问一下王叔叔 这两道菜啊 光听名 粉蒸油菜花 太有创意了 是您自己学的还是 别人教您呢 电视台也看了 看了以后呢 别人说我是第二次来做 尝试一下 尝试一下是吧 菜式听上去很新颖 调料却很家常 都是酱油料酒 胡椒粉之类 具体怎么做 跟着王叔叔一步步分解 先做菜结肥牛片 先把那个牛肉片呢 腌制一下 它腌制呢 用黑胡椒粉 那个酒 盐 腌制一下 大概腌多久 腌15分钟 15分钟 对 趁着肥牛片腌制入味的时间 把菜结去皮 切断 准备汆水烫熟 那你看你怎么 还有点油在这儿 对 放点橄榄油 为什么要放点橄榄油 放点就要增下那个 油的味道 另一方面呢 有点亮色 比较亮色 像这个焯水的话 是这个所有的菜心菜结 菜叶放进一块呢 还是说要分开 有先后的 有先后 先把菜结 因为菜结和相比 它比较老一点 比较老一点 我看您刚才也是包了 他爸爸那层皮 对对对 先焯水菜结 然后呢 然后它等它滚了以后呢 接下来就放菜叶 最后放菜心是吧 菜心最嫩 对对对 然后那个等 这三个全部焯熟 之后肥牛是什么 是炒还是 肥牛等我水里面煮一下 它变颜色变白了 就拿起来 就拌起来了 最后再拌了是吧 反正都是先焯水 对 拌的时候再做一个调料 好 肥牛片窜的时间不宜长 变色就捞出 否则会老 王叔叔叔做菜 讲究的就是少油少盐 低脂健康饮食 不开大油锅 而是烫熟凉拌吃 这个调料是吧 那怎么这个 咱们要怎么调这个调料 这个是呢 先放酱油啊 酱油 生抽是吧 生抽啊 然后呢 生抽呢 再 辣油 辣油 我还有一点辣味 辣味辣味 吃辣 麻油 麻油 增加点香气 香味 咸味 辣味 香味 三种味道混合 把所有食材在一起 鲜辣香的一道开胃凉菜 就做好了 油菜的话 它是涵盖量 在素菜当中是比较高的 它胡萝卜素 也就是它维生素C都好的 特别是老年人 他的便秘吃了以后 还有花鱼咯 提高免疫功能呢 都是比较好的 但是这个买回料处理的吧 就是像这种 包括说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花粉嘛 像这个买回料 要怎么处理呢 一般先把这个水上泡 泡到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 是为了泡掉它的 溶解它的花粉 第二个 那个油菜花呢 它有湿味 放点盐或者小苏打呢 去掉那个湿味 是泡的时候一起放是吧 对一起放 接下来再清洗一下 其实王叔叔 油菜花好像在菜场上面 不太好买的 对对对对 那您这个油菜花是哪里来的 都是朋友 在普通啊 自己庭院里面 自己家住的是吧 我跟您说啊 这个虽然油菜花现在 你看到季节了啊 这个田里边 一片一片的 但是 但是路边的油菜花不能随便乱采的 还是要就是 看是朋友家里种啊 或者说能不能买得到 对吧 那今天粉汁的话用到生粉 然后接下来怎么做呢 那个 放点橄榄油 放点油 好 然后还要放点什么 接下来也放面粉 一般的面粉 有时候你家里开了袋子以后呢 它潮湿了以后呢 就快了 那么用在那个 滤下呢 把它 千万不要激团了 面粉不用很多 只需薄薄的在花的表面裹一层 接下来就上锅蒸三到五分钟 再用蒜泥 辣油和盐 半个调料用来蘸着吃 一道创意菜 粉蒸油菜花就完成了 两道菜做法简单 创意十足 味道上就会给你带来惊喜 学会之后在家试试看吧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 愿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带来美味和健康 吃出好心情 接下来欢迎收看都市法律援助节目 甲方乙方 明天同一时间 欢迎您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记住人气美食 教你把幸福生活吃出来